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Will Be Good 距離我把小孩送回台南 然後自己在台北這個家生活 已經大概快一個月的時間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也不敢回去看他 那現在是端午節的期間 我其實真的非常想念我的小孩 那在家難免賭物私情 看照片看影片 還有看一些小孩喜歡玩的玩具等等的 所以今天也想藉由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拋磚引玉一下 讓我知道 各位的小孩基本上都有玩哪些玩具 或是你認為哪些玩具是很值得玩的 也可以讓我知道 那相信所有的爸媽 應該都跟我還有我太太一樣 我們在買玩具給小孩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美好的想像 包含了你希望可以寓教娛樂 希望小孩可以從中得到一些東西的啟發 反正就一大堆東西 當然基本的要求不能少 無毒、無害、環保等等的 可是各位 當我們真的買的時候 事實會證明 一切都是想太多 反正到最後他拿過來 不是放嘴巴就是亂丟一通 他眼裡面真正的玩具是什麼 就是那一些 爸媽手上正在用的東西 當然小兒子就算了 我們家小兒子就什麼都放嘴巴 冰來嘴巴啃 水來還是嘴巴啃 什麼都是啃就對了 他最喜歡玩沙 玩沙怎麼玩呢? 他就反正去各大沙石 看到沙就吃就對了 即便是沙灘 還是公園的沙石 都是吃就對了 那我也希望他這樣子現在 走遍整個台北各大沙石 以後可以走遍各大沙石 那回到我最疼愛的兩個女兒 從小到大什麼東西都不玩 都只玩爸爸本人 那到底有什麼玩具是 他們真的會愛不釋手 買了以後會真的會用的呢? 今天我給大家看 所有印有 所有印有公主東西的 就是他們會用的 一樣這樣的袋子 如果沒有這些圖案 如果沒有這種東西 可能幾十塊就有 但因為印了這些 瞬間加了一個鈴上去 你看連這種東西都可以有 杯子 欸杯子 印這個EOSA上去 可以賣錢 只 好像看到這些東西 小孩子看到就整個瘋掉了 我還記得我去幫女兒挑禮物的時候 媽媽就說 那可以買一個EOSA的東西 進到店裡面 整個就崩潰了 我直接 有預感 那一天不會是只有一個禮物 一定是一大堆禮物 就包含了一大堆這種 EOSA NR的東西 迪士尼這些公主的東西 女孩子都想要變成公主的這種夢想 所以他們很喜歡去 弄這個高跟鞋啊 然後弄那種小小的 夾耳朵的啊 我也常常幫我女兒投資加油 就是那種環保的 馬上可以扣掉那種 甚至我們家 老二還會去 把衣服啊 直接褲子啊 他套在頭上 說那個是他的長頭髮 如果你們家小孩有這種行徑的話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真的很 不得不佩服啦 迪士尼這家公司 做什麼 就一定會非常非常夯 非常非常賺 所以呢 因為這樣子啊 我就趕快去持有了 迪士尼的股票 OK 那其實呢 今天這個影片也想要 藉機會跟大家講 端午節雖然說 不能夠見家人 希望在中秋節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 跟家人團聚了 不管是誰 我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為這個疫情 盡一份心理 就是乖乖帶在家多好 玩一些什麼玩具啊 像是我們家LEGO啊 各位好好的陪小孩玩一玩 我相信啊 都會是小孩子 非常難忘的回憶 這個疫情可能對很多的 企業主來說 對很多的人們來說啊 可能壓力很大 很辛苦 可是呢 換個角度想 從小孩的世界裡來看 反而會是小孩子 他可以跟爸媽 在一起相處 非常非常多時間的時候 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 把握這樣的時機 往好處去想 雖然說我自己在台北 看起來就像很爽 可是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個 讓我非常心碎的影片 啊 看完這個我真的是也非常想念我的小孩們 但是呢我也會等到疫情慢慢的減緩了 我也打完疫苗了 我才敢去跟他們見面 所以呢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啊 一起度過這一段疫情 趁這一段時間也可以去發現平常你沒有辦法 發現的那些家裡面的美好小角落 下一集呢我會預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麼去設定我的家庭工作室的 那希望可以對大家有一些啟發 包含我買了哪些東西可以更有效率的工作 OK如果你喜歡我的分享 請你訂閱、評論、點讚以及開啟小鈴鐺 我會持續分享更多生活中的大大小小事 那今天就到這邊囉 大家掰掰